今年5月份的时代周开封面刊登了岸田文雄个人的照片 配了个标题是日本正在变成军事大国 这下可把日本给吓坏了 连忙要求撤图片改标题 事实上日本正在成为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 未来很可能和美国组成所谓的联军来对抗中国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时代周开配的这张图片 还有这个小标题结合在一起 还真准 这真是戳到了日本的致命的地方 日本就是在这么干的 但是他暗戳戳的 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事 想要掩盖的这个事情 那这图片发表之后 日本政府是非常的紧张 通过驻纽约的总领事馆向美国提出了抗议 要求把这图片赶快给撤了 标题也得改了 你说美国拿会买你的账吗 是吧 这时代周刊 听到日本这么抗议了 都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正式的提出抗议了 当然还要做一些调整 他改什么了 他只改了一个网络版的标题 把这个日本将要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变成了这个岸田首相 希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其实说到底还是那么回事 说的缓和了一些 那咱们来看看这张图片 是岸田文雄在那侧着头 半张脸在阴影之中 眼睛的往前上方看着 说好听点吧 这个是有点运筹帷幄在琢磨什么事的那个意思 咱们说直白点 这就是暗戳戳的在那憋着什么坏的 这图片一下就透露出了 日本这种狡猾凶险的性格 日本这个表面来一套 按地理干一套 这不正是日本的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吗 我们看现在在美国的默许之下 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正在开始复发 它快速加强的军备 日本主要是扩充它的海上力量 和远程的打击能力 这些呢还都恰恰是美国所需要的 日本正在从一个所谓防守型 转变成进攻型的武装力量 说是要针对朝鲜 这就是个纯粹的借口 朝鲜对它真有这么大的威胁吗 况且朝鲜和它之间 还隔着一个韩国呢 很明显 这就是针对这个中国 要在未来的 它所预设的各种冲突之中呢 变成美国军事力量的一部分 甚至说它还有可能和美国组成联军 来对付中国 当然组不组成联军嘛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事情 可是现在在军事上的这种发展 这种布置 那确确实实 就是往一支联合军队的方向去带走 你看日本现在正在加速 它那个白晶级潜艇的建造和服役 这白晶级啊 是从苍龙级发展过来的 比苍龙更大 满载排水量呢 超过了3000吨 用这个锂电池 它经营效果非常的好嘛 日本的潜艇实际上是在世界上 水平是非常先进的 而且它续航时间非常的长 这么一弄啊 苍龙级呢 当时就说了 它有点准这个核潜艇的味道 白晶级外界对它的评论 那就是一个准核潜艇 这标志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武器装备 它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海上自卫队现在有两个 它称之为所谓直升机护卫舰的出云和加克号 这俩不就是准航母吗 现在呀 人家也不准航母了 实实在在的进行改装了 变成真正的轻型航母 那么日本一旦改装完成之后 将拥有两艘搭载F-35B的航母战斗群 日本正在改进它现在国产12式的反舰导弹 它希望的射程能够达到1000公里 这就肯定不是防守来用的了 这就是要具备这个进攻功能的了 同时呢 现在日本向美国还要购买战斧式巡航导弹 如果日本的这一系列的措施到位了之后 你看除了没有核武器之外 它的军力将超过英国法国 成为继美中俄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军事强国 这正是安倍生前所推行的政策 岸田文雄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在这边实施 变成现实 这一系列的变化 其实是美国整体布局 美国整体需要的一部分 美国让日本掏钱提升军力 但是在这个战略情报啊 信息的探测和分析啊 以及这个决策指挥方面 它不给日本 不能让日本拥有这个东西 也不能让你发展 这就等于什么呀 这就等于把日本的钱和日本的人命啊 变成美国的军事肌肉 那到目前为止 日本呢 还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中 日本的这种转变 美国做出的这种调整 它其实也暗合了日本国内 所谓要追求这个正常化 变成正常国家的这个社会心理 和它的政治诉求 重新走向军国主义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事情是早晚它都会发生的